db才近在运通 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蕭川老師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的節目 台北股市今天表現算還不錯 因為昨天台北股市跌225點 那今天整個台北股市呢 我們會發現到 開小高之後一路震盪走高 目前大概漲了146點 所以昨天跌225點 現在又漲了140幾點起來 那代表著說 昨天的跌幅已經漲一大半回來 那當然台北股市這幾天 忽漲又忽跌 指數還橫在這裡 那指數橫在這裡 到底這個盤每次只要 稍微一漲 大家怕追高 那一稍微一橫在這裡 大家又想說是不是高點到了 那到底這個盤是多時空 好 我們來仔細看了 台股原本在我的規劃裡面 我上個禮拜五就跟他講嘛 就這個禮拜照理說應該要走噴出嘛 對不對 上個禮拜五在這裡 2月10號在這裡 對吧 那結果呢 禮拜二的時候呢 台北股市已經讓你看到創新高嘛 那昨天呢 台北股市會怎麼大跌 因為我們被巴菲特啊 擺了一道 沒辦法 不要擺了一道嘛 那但是呢 台北股市呢 昨天一跌下來的時候 我是怎麼跟大家講 我就跟他說了 原本我預計這禮拜要走噴出 那結果呢 巴菲特擺了我們一道 那我就說嘛 這個噴出可能暫時先沒有了 那這禮拜他開始要去走什麼 區間 去走個股 對不對 那我跟他講啊 你說這裡是多時空 你說這裡是要空啊 我跟你講那個時間還早了 就算他不漲 他也是維持區間 要維持一段時間了 是吧 好 那為什麼我昨天跟他講說 你這個噴出可能沒有了 暫時要先走區間 這有點像什麼東西你知道嗎 比方說啦 一個軍隊要準備走攻擊 你要攻擊的時候 那個應該到哪裡部署 都已經部署得差不多了嘛 好 我們都部署完囉 好 那不管前線後線 我們都準備好囉 好 我們現在開始要走攻擊 但問題是在攻擊之前 結果來了一個龍捲風啊 把那個部署全部打亂掉啊 所以我說那既然是打亂掉 那就再重新部署啊 所以呢 台北股市我就說 台股來到這個時間點 它頂多就是維持區間嘛 你要說空頭還太早啦 為什麼 我們來看是不是空頭 好 來看齁 這一波最先漲的照理說啦 應該是歐洲股市 你看齁 歐洲股市的德國股市 現在離錢高只差一點點 然後它先漲了嘛 法國股市已經讓我們看到創新高囉 歐洲股市不只法國創新高 英國股市也是創新高喔 對不對 好 最落後的是什麼 應該算美股嘛對不對 好 我們來仔細看喔 道瓊就維持在這裡啊 你說他走空嗎 也沒有嘛 因為也沒有讓你看到做頭嘛 是不是 那近期呢 這一波呢 比較強一點的是 科技股嘛 然後科技股也沒跌啊 現在離錢高也差不多只差一點點嘛 那離錢高最近的應該是廢半嘛 對不對 廢半現在離錢高只差三十幾點 昨天台積電的事件啊 讓台積電AD啊 在美國股市跌了5.3%嘛 如果沒有這個事件的話 我跟大家講啊 那廢半早就創新高了嘛 是不是 好 你看喔 歐美股市也沒跌了 然後你再看亞洲股市 你再仔細看喔 你看喔 上海股市啊 錢高在3470 現在在3465啊 是不是也快過錢高了 對吧 好 那跟我們台北股市結構比較雷同的 比方說南韓股市 南韓股市最近就橫在這裡啊 可是有做頭嗎 也沒有嘛 是不是 現在離錢高好像也不遠嘛 所以說台北股市在這個架構裡面 只要一跌下來 漲了3000點跌了 稍微跌個200多點 我跟你講那也還好啦 只是說因為巴菲特是賣台積電賣比較多一點嘛 那台積電又是權重比較重 所以呢 大家會比較擔心 但是我跟他講啊 不用急啊 這多頭沒有結束啊 好啦就算他沒有漲好了啦 你台北股市也要最多也是維持在一個區間裡面啦 但是這個區間呢 他就是走個股表現 好那各位 那到底這個盤現在怎麼去做 我今天測標裡面有寫喔 如果我們就以台積電來看 台積電昨天跌下來 今天呢稍微反彈嘛 當然也是沒什麼出量啦 所以呢可見的 台積電你說他走空 應該不至於吧 為什麼不至於 因為你費半都快創新高了 你說台積電要走空 這怎麼可能對吧 所以呢台積電呢 稍微去給他走一下整理 稍微走一下震盪 然後呢當台積電走震盪的時候呢 我也跟他講嘛 照理說聯電這地方 應該也是稍微走一下震盪嘛 但是你不能說他多頭就結束啊 可是你去試想一個狀況啦 當這個盤資金集中到台積電 比方說集中在聯電 那指數當然一路有漲啊 可是呢遇到這種盤的時候 你每天都在罵啊 怎麼搞的 你每天都在漲台積電 聯電 那其他股票都不漲 是不是指數在漲啊 你每天在罵 好那當現在呢 台積電 聯電呢 稍微休息一下 你不覺得這是好事嗎 為什麼 那個資金就不會全部集中在那裡啊 那反而那個資金會分配到 其他的一些個股裡面嘛 是不是 所以你看嘛 台股今天漲的加速900多家 跌的加速只有200多家 不要說每次漲台積電 聯電 指數再漲啊 你就在罵說都漲那個 其他都不漲 等到台積電 聯電稍微休息 指數稍微沒有讓你看到 比較明顯的攻擊的時候 漲其他股票 你又在想說 那指數又沒有大漲 那你到底要怎樣嘛 所以說你這樣子你會很難相處啊 是不是 所以我要跟各位說啦 這個盤它沒有結束啦 就算說啊 我這麼講啦 因為國際股市都快創新高了嘛 那如果說國際股市呢 像那個什麼 非人版老體 只殺30幾人就要創新高啊 那如果說再創新高 我跟你講台北股市整理時間 也不會太久了 所以多頭怎麼會去結束嘛 那當然你最近會覺得很奇怪啊 那不是那個什麼通膨好像沒有完全下來 還要升息嗎 對不對 好 那各位我們來仔細看喔 像這東西要怎麼去做解讀喔 我跟你講喔 最近美國的經濟數據真是好到爆 這很奇怪 怎麼好到爆 像昨天美國喔 它在開盤前公佈1月零售數據啊 非常強勁 有沒有 那你現在看到喔 1月的零售數據啊 它幾乎是創2021年3月以來最大的增幅 經濟很好啊 2月3號那時候公佈非農就業數據 也是好得爆了嘛 是不是 好 那各位 可是你又看到什麼 前兩天不是公佈1月CPI嗎 CPI又年增啊 到底 經濟好到爆 那他就在想啊 你連準會就因為是在升息啊 對不對 好 那各位我們之前有跟各位講過 如果說以這種狀況裡面來看的話 經濟好到爆 那葉倫不是說嘛 這裡就不可能經濟衰退啊 是吧 不會經濟衰退嘛 但是你經濟好到爆你後面還要再升息啊 那有關於升息的問題我之前有跟他講過嘛 比方說今年2月已經升1碼嘛 那3月應該也應該是升1碼 那現在看起來5月好 搞不好也有 很有機會也再升1碼 好啦 搭不了啦 6月再讓你升1碼啦 欸 去年我們那個2碼3碼好幾次都已經度過了 接下來就升個1碼 2月已經升1碼了 3月升1碼 5月升1碼 好啦 6月再給你升1碼好了啦 我跟你講啊 股市根本現在不管這個啊 你看歐洲股市創新高啊 啊 美國股市呢 廢辦跟科技股呢 離前高也都不遠嘛 對不對 所以呢 這可見得說啊 這個時間也現在大家都不甩那個東西 因為我們去年已經經過2碼3碼 已經碼到爆了 碼到快罵人了 那今年就升1碼一次1碼1碼1碼 好 那個就沒關係啦 那先不管它啦 但是我還是要提醒各位啦 因為這個盤我之前有跟各位講過 你趕快先把這個做好再說啦 因為這次有很多經濟數據經過調整嘛 那你調整完還要看未來的3月啊4月 它到底變化怎麼樣 太辛苦了啦 就像我之前2月9號有跟大家講 我說你先不用去管3月的經濟數據 你把2月這波多頭做完再說吧 3月我預計啊 漲那麼多了稍微有點震盪 甚至於稍微有點壓回 也是合理的啊 是吧 那總不能說這裡還在漲 多頭還在延續 啊你都不賺 啊等到呢3月份的時候呢 開始出現真的漲多震盪 甚至於稍微有點修正 你才想說你要拼命賺 那頭殼壞掉 真的 你這樣頭殼壞掉 好賺你不賺 你要什麼時候賺 OK 好 要怎麼賺 重點就來了 這個地方喔 台北股市到今天為止 我們剛剛有說嘛 你台積電連內休息不是壞事啊 指數雖然沒有讓我們看到 很明顯的一直攻一直攻一直攻 可是你把資金分配出來嘛 那你其他的股票就有機會啦 所以今天上漲的加速是一堆啊 所以呢到這個時間點 我之前有跟各位講過什麼 本來是要走噴出嘛 好那現在沒有噴出嘛 現在走輪動嘛 那這個輪動的方式呢 電子股還是主流啊 電子股還是主流啊 但是呢輪漲 我說在航運也沒有變嘛 對不對 好我們現在來看喔 現在怎麼做 我們來仔細看嘛 很多股票 我們在講的時候 其實那個時間點 你都不相信 你都會想說是真的假的 同等你想想看嘛 10月25號就跟各位講 台積電應該差不多了啦 漲了一大段啊 真的啊 漲了一大段 你在昨天 為了昨天那個 巴菲特賣股票你在擔心 你在擔心什麼 你這裡買到這裡 你有什麼好擔心的 是吧 聯電我也跟你講過啦 10月初的時候 我就是跟你講聯電嘛 是不是 如果說你今天聯電買在這裡 你有什麼好擔心的 是不是 我也跟他講啊 反正聯電上去我就賣 我已經賣了在50塊左右 我已經賣了兩次三分之一嘛 那你再送上去 我就再賣就好啦 因為這一波你會發現到啊 什麼叫大賺 誰能夠幫你挖掘潛力股 當初我們在這裡跟你講說 叫你買的時候 我敢說啦 相信的應該還是有 不相信的應該也蠻多的 對不對 好 就算你相信的 你要重壓的 我在想 搞不好有人只買一兩張啊 但是你願意相信我呢 你看到現在為止是不是大賺 超過四成多嘛 對不對 好 那你再仔細看 好 那你再仔細看 當這些個股你沒有做到 好 那沒有關係 我們知道後面的輪動 什麼叫輪動 我說除了半導體之外 還有IC設計嘛 是吧 我沒有東點西點喔 你看啊 後面差不多這加2月中嘛 大概1月中左右到2月中 多少老師跟你講說 主流就在半導體IC設計 可是我那時候跟你講的時候 是在12月啊 你還記得12月嗎 那時候一堆老師每天都是 生技股漲停板啊 結果全部都還是追高啊 那時候我就跟他講 我一張都沒有 我後面呢 除了半導體之外 我們就做IC設計 是不是 好 那仔細看嘛 有沒有大漲嘛 你自己看嘛 這些股票 我們都不是說等到漲上來 再來追啦 當初低檔買完之後 一路創高嘛 昨天創高 我看到這盤有點震盪 我說算了算了算了 後面再漲多給你好不好 那最起碼也快賺3成了 我就把它賣掉 是不是 你看啦 天玉也是一樣嘛 我低檔買完之後呢 我說啊 拉高 我們就把它賣掉嘛 對不對 你會發現到 喔 老師啊 今天天玉還在繼續漲停板 沒有關係 通通都給你 沒有關係 我後面抓輪動 那種什麼等一下來跟你講 比方說這些股票 第一檔買完你看啊 一個波段起來賺超過3成啊 有買有賣啊 這有什麼不好 再來 當初跟你講的什麼 比方說金虹嘛 第一檔買完之後呢 也是創新高啊 也超過3成啊 是不是 我有買有賣啊 但不是每一檔個股都賣啊 有些個股還沒賣啦 比方說 經驗 1月31號那天我買兩筆嘛 然後呢 到123 2月10號123附近 我說我先賣一半 為什麼沒有賣 不用全賣 因為有些個股籌碼很穩啊 所以你會發現到啊 欸 搞不好最近又會讓你看到創新高 但是我跟他講 再創新高 我也開始會要賣 OK 好 當這些賣掉的資金出來之後 要買什麼 對 接下來你要佈局的方向在哪裡 對 像你看喔 台積電年代的資金全部跑出來 其他股票漲翻天喔 那你現在要怎麼去做佈局 好 各位我們來仔細看喔 剛剛我們說過了嘛 這個旁我們解說過啦 電子股還是主流啊 但是我最近有跟他講喔 好 你接下來你要注意一下喔 欸 會不會航運股有機會 是不是 好 你來仔細看嘛 今天台北股是大漲 電子股股漲1%啦 金融股漲0.5%啦 如果以具有權值的個股來看 今天運輸股漲最多 1.7% 是不是 好 你仔細看喔 今天運輸股漲什麼 哇 你看喔 你看航空的個股 有沒有 有沒有大漲 有嗎 好 那要怎麼做 好 各位我們來仔細看喔 怎麼做 今天禮拜四嘛 禮拜二那天 9點12分 找盤的時候 我說新衛員可以買進2610華航 192到1935附近你就去買 買完之後咧 買在這裡喔 有沒有 舊間大長 欸 有沒有抓輪鬥 你看到現在為止華航還在漲啊 你看華航還在創新高啊 我們是不是這裡的叫你買 我還是叫你追嗎 沒有嘛 是吧 當然你今天一定會很懷疑啊 老師啊今天華航長起來之後 你才跟我說你有買 我沒有跟你提早預告嗎 我們看一段VCR 看完之後我們再來看 什麼叫做抓人頭 好不好 導播請播VCR謝謝 指數已經漲一大段了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講說 你不要一直追啊 這個地方有些個股 我們低檔買完之後 我們上去呢 都開始做獲利調節動作嘛 對不對 有買有賣 賣掉是原因在哪裡 因為我們要去掌握下一個主角 下一個主流在哪裡 整個二月份呢 我們再把資金去佈局到 一些還在低檔的股票 比方說這檔二月新主流 從軸件上面來看 他只要一突破 他開始走攻擊 所以呢 有一些在低檔型的個股呢 這地方啊 你再去做切入 而不是去追滿 已經上去的股票 好不好 好 什麼叫做二月新主流 你看喔 二月六號我已經跟他講嘛 有一些漲多的股票 我們就先獲利嘛 不要這樣你的老師都不賣啊 都在追高啊 可是我們已經很多個股上來之後 我說我慢慢調嘛 調完之後我們把資金去抓什麼 後面準備要上工的股票 對吧 二月六號剛VG要跟他講啊 二月新主流啊 有些個股還在低檔啊 你就先佈局嘛 不要說每次一定要漲錢 你再來追嘛 是不是 我有沒有跟你預告 我有沒有跟你預告 很清楚吧 你看 黃金已經開始大漲啊 出量大漲啊 本益比到現在為止也才十倍喔 他營收都在成長喔 你會發現到喔 今天為什麼出量之後呢 開始往上控 因為他把這邊所有的盤局 套牢的人趕快把它吃掉上去 到現在本益比也只有十倍啊 那你自己去看嘛 如果說你看最近那個辦護照的一堆啊 你去那個辦護照那個什麼 那個好像在濟南路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中山 中山南北路那一段 那個地方你去看啊 那辦護照的一堆啊 你早上去辦 我跟你講你還拿不到啊 排個六百多號 你說嘛 這些股票你看 到今天為止快工廠停了 原本是不是快工廠停了 那我有說錯嗎 那你再試想一下嘛 當台積電連電在休息的時候 我就說那整個結構你要怎麼去輪 我一直跟他講 我說這一段啊 台北股是從十月份以來的這一段啊 它是一個很完整的多頭教材啊 你想要學什麼技術分析的 要學什麼的 我說你把這段研究好就好 中間你有看不懂的 你就把我之前YouTube那幾天啊 我應該會想到重點 你就把我那幾天啊 所跟你講的內容你稍微看一下 我跟你講最好的老師啊 不是我們啊 是這個盤啊 所以到今天為止啊 這種盤式這種多頭架構 它怎麼去養空怎麼去幼工 怎麼去把空頭殺死 然後呢 後面再怎麼去走幼多 當然中間的過程裡面 有一些甩叫啊 一些一些動作在嘛 你看嘛 這邊有甩叫的動作嘛 啊這裡呢 又遇到巴菲特賣股票之後呢 這地方呢 有出現震盪嘛 那接下來他要怎麼去攻嘛 那很多東西 很多學問在裡面啊 你把這個多頭架構呢 先把它完整的學好 以後最起碼你多頭看得懂 懂我的意思啊 所以呢 到現在為止啊 你會發現到喔 後面能弄在哪裡 你看啊 華昂多塊張空長庭啊 那前兩天叫你去買的啊 欸 頭上我跟他說啦 我的工作呢 除了分析之外 我還在幫我們會員去挖掘什麼 潛力股 對啊 潛力股到底在哪裡 頭上你去試想啊 10月份這一段的時候 為什麼我這裡叫你去買聯電 那時候全市場哪一個老師跟你講說 啊 聯電機會來了 那時候甚至有人剛才講說啊 台積電可能要破300 台積電要到350 我那時候沒有沒有 台積電差不多了 對不對 我在幫你挖掘潛力股嘛 對吧 是不是潛力股 12月份你在做生計股 你那邊追高的時候 我跟你說IC設計有機會 那時候誰在跟你講IC設計 沒有啊 這圓盤已經拉高一段的時候 我說你先把股票賣一賣 我們再去挖掘下一個潛力股 所以我說啊 航運股有機會啊 航運股先做什麼 航空的股票啊 是不是 航空的股票起來了嘛 好 當航空的股票已經開始起來之後 那海運的股票有沒有機會 我們拭目以待喔 我在幫你挖掘潛力股 哪一個老師做得到 這些老師不是看到漲都說他有 看到跌他說他賣 可是所有的漲跌 該買該賣 我都事前跟你做預告 甚至於這地方什麼東西 你股票要往上公 我也提早跟你講 只是那個情境喔 還沒有漲 你會覺得真的嗎 啊 我再看看 我再看看 當你在看看的時候啊 你聯電已經少賺四成多了啦 你原本可以大賺的 用賺沒有 我也不知道你在幹嘛 沒關係啊 你不相信我就不用相信沒關係啊 你就去相信那個什麼 那個漲停板都他家的啊 要不然去相信那個空頭啊 空了五個月啊 到現在為止還是要空啊 所以我也覺得很無奈啊 你原本可以大賺 你為什麼賺不到 差別差在哪裡 你沒有選到我 你還在懷疑啊 別人比較厲害的漲停板都有啊 我說你去參加沒關係 但是記住一句話 不要輸到太多 輸到快沒有了 你再來找我 好不好 那接下來這盤呢 電子類股是主流 我說航運類股應該有機會啊 所以你會發現到 我今天整個航運類股全部都起來了 航空的先起來嘛 對不對 已經開始在動了嘛 對吧 那接下來後面輪動的方向又在哪裡 我建議各位啦 這盤走到這裡啊 很多基本面好的股票它還沒有動喔 那不合理喔 所以有些個股還在低檔的時候 我是建議你先嘛 你要去做教啊 你不是老是幫別人抬教啊 所以呢接下來下一檔個股喔 我跟他講喔 這一檔個股它本應比只有八倍 可是你會發現到啊 台北股是在一月份 二月份已經漲到這裡來了 可是有些個股呢 基本面好的股票到這裡還沒有動啊 這怎麼對 所以這是嚴重落後的補漲型的股票 所以我建議你啊 有些個股還在那個底部的時候呢 還在那邊維持區間的時候 你就先接嘛 後面一定會有人幫你拉 而且是法人來幫你拉 所以呢好的股票 不是說等到漲上來之後 你再進場去追嘛 都很意思吧 後面要漲什麼股票 幫你選好了 我說我有這個能力 幫你挖掘後面的潛力股 當市場都還沒有看到 當然當還沒有動的時候 我們就先買啦 那你是要等到漲上來再來追 還是你要先買 好啦看你自己了 好不好 真的我也不知道 每個人做跑可能不一樣啦 但是我還是要提醒各位 這盤多頭沒有結束啊 希望他走慢一點 那這個多頭延長 延久一點 還是說你要多頭 趕快衝上去一路到底 要是我 我希望說慢一點沒關係啊 把後面股票漲半天不是更好 所以呢 短期支付方案 我來幫你抓輪動 好不好 掌握不到輪動的 我來幫你趕進度 好好把握這個機會 因為名額快收滿了齁 所以呢 好好在名額之內 好好把握這個機會 我們休息一下 待會兒來 就是不要錯過任何一位名師 手機掃描QR Code 鎖定運通財經台頻道 24小時幫您解盤 會員年前布局 年後大補財庫 蕭老師掌握輪動 累積財富 幫您趕進度 短期支付專案 名額有限 進行把握機會 舒服聲線 02-2781-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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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法同步 真心照顧 會員年前布局 年後大補財庫 蕭老師掌握輪動 累積財富 幫您趕進度 短期支付專案 名額有限 進行把握機會 舒服聲線 02-2781-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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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沒有那些 標誌標線 或者號字呢 那就進入路口時 少線車道 讓多線車道先行 車道數相同 轉彎車 讓執行車先行 兩邊都執行 走方車 讓右方車 就對了 好 歡迎來到現場 台積電連天休息的時候 很多資金都開始會跑出來 所以呢 很多個股這地方 它那個輪動的速度 會開始加快 那我是建議各位啦 這盤多頭沒有結束啦 大不了盤一盤還是繼續走個股啦 好 所以呢我建議你喔 很多股市呢 這地方都要持續在創新高 台北股市在整理的過程裡面 趕快把這個輪動抓到 只要你能夠先提早掌握這個輪動 你就能夠坐腳往上 好不好 短期致付方案 名額快滿了 名額快滿了 趕快利用這個方案 跟著一起來 祝大家操作順利 明天見 拜拜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知之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 並自付投資風險 訂閱台股好事多 任何時間 任何地點 一機在手 走到哪 看到哪 YouTube每週產業分析 專業分析師為您解析 掃描QR Code 訂閱台股好事多 讓您不再錯過精彩節目 會員年前布局 年後大補財庫 蝦老師掌握輪動 累積財富 幫您趕進度 短期致付戰案 名額有限 進行把握機會 舒服聲線 02-2781-0909 2781-0909 運達投雇 成立於民國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 合法運作的 投資顧問公司 擁有證券及期貨雙執照 更是國內少數老字號的 投雇公司之一 投雇業是一門良心的事業 面對的是高獲利 與高風險的投資 我們不造神更不沉默 專業 智慧 經驗 負責 用最嚴謹的態度 最嚴格的標準 來決定股票買賣 帶領會員穩健的獲利 更是我們唯一的宗旨 運達投雇 真心照顧 02-2781-0909 2-781-0909